大家看到我在這個直播中 我第一句問題就是 究竟香港現在還有沒有自由 自由是什麼呢 自由就是大家有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 還有大家有決定做不做檢測的自由 當然我們在街上做一些動員的工作 向市民宣傳普及檢測 我們都覺得這是有用 所以我們就會鼓勵市民去做登記 亦都鼓勵市民去做這個檢測 當然如果有些人真的死不肯做 那你都不會有什麼粗暴對待他 但偏偏有一些人他自己不做 不做他又去抹黑 動口就不特意 還動手 大家看到昨天我們看到民建聯 他們在街站的時候 有些義工被人襲擊 真的很離譜 人家只不過是呼籲市民去做登記檢測 都是說一件好事 你不同意 你就走開 你做什麼要去攻擊別人呢 是不是 還有我今天都看到 有一些區裏面有不同的區 都有這些場面 衝突的場面 就是街坊我們的義工很熱心 做街站 呼籲大家去登記 但是就被人家和人家吵架 這些衝突的場面 我覺得真的很不必要 那些人其實你不做就罷了 你自己決定不做就罷了 你不要走去阻止別人做 別人做就不要阻止別人 這是別人自由的決定 他要登記 那你不去給人家登記 你不去給人家登記 為何要這樣搞鬼呢 所以這個其實真的很差 第二件事就是 有些人不僅是惡搞 有些人說他們是上網站上 專門填一些假資料 其實好不好是沒必要的 你不要浪費了資源 別人去做就不要妨礙別人 你可以如果你有道理 你不可以用你的道理去說服別人 但是不應該又動口又動手 去阻止別人 小民有自由的嘛